要清歌的時候說 欸那我們要不要錄個演唱 好 錄個演唱 不你認識 有時候是我自己說的 但是我還是 我覺得建議啦 一 請 請 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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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男生這種會想要 想要怎樣 直接就是一起 跟你一起搭 廢話 不過怎麼沒跟人家親 對啊 你親我們親啊 你過來現在馬上跟你親啊 我沒有跟男朋友親啊 你知道我跟妳說的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 如果你只要打扮很漂亮 男人永遠不會少嘛 好 現在要幾個在追妳 一絲手很難算 你有沒有遇過就是 有前男友就是可能在清歌的時候說 那我們要不要錄個演唱 好 對 認識有時候是我自己說的 但是我還是 我覺得建議啦 如果今天這個 你們交往的狀態下 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因為以我過去的經驗 太多事情發生 到時候要分手都打算威脅我 但是我覺得再多恩愛 我覺得還是不要拍啦 自己跑不在台灣 讓每個女孩做自己 那我們現在先讓我們收閉 還有不要來讓我們女孩一起 也讓我們的記者朋友 可以來演唱一下 一個曾經合作過的夥伴 或者合作過這個緣分的人 我就是希望 他一定可以過這一關的 那我希望他好好解決這件事情 不管是被誤賴 或者是真的有什麼事情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一定可以過這一關的 那我也希望他可以就是好好處理 有問題的啦 不覺得沒問題 因為他是對我來說 他是個很好的人 他常常幫我很多東西 之前有跟第一半有拍那些影片的時候 有遇過這種威脅的嗎 早期啦 20歲了 我都上法院了 我整台電腦都沒有爆出來 也把他把頭都砍掉了啦 整台手機也被我全部弄掉了啦 然後就會他才會告我怎麼偷竊嘛 偷電腦那個那個 那個也很早期 那恐怖情人啦 那吊虎離山之際 跟大家說要騙到外面去 然後趕快叫塑漿去開門 把東西全部拿出來 裡面電腦都有清空寵灌 然後呢手機被我打爛臉 我還要演耶 演他人說我愛你我愛你我好愛你 然後跟他親親 然後說他把手機一邊摸掉摸走耶 我我現在不會拍了啦 我現在年紀又大了 那是以前 比較年少輕狂的時候 你會幹這些事情 妳想說這幾次旅程有驗譽嗎 驗譽本來一堆啦 我跟你講我每天都有嘛 國外的男生就是很喜歡我的外觀 很喜歡我怎麼樣 他不太了解我的個性嘛 但可能國外的男生也比較喜歡我這種個性的 所以呢我們的 我覺得是很多男生會來服務我啊 會幫助我啊 協助我啊 那如果你想看什麼驗譽的話 都在我們YouTube頻道裡面 我們YouTube頻道其實這樣花40萬喔 請大家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你沒有要真的趕快找一個男朋友嗎 對啊 你剛剛說你也都玩過了 找個男朋友耶 你給我啊 就是你就享受 可能這個男生或是對你的好 我覺得就是觀察嘛 任何人是觀察嘛 女人不怕沒有男人追好嗎 我也我從來不會沒有男人追 就來一大把的 但是呢那一大把從哪裡去篩選出來 或是從哪裡去找到自己真的真心喜歡的 我覺得那個是每個女人的課題啦 對 栗子還好 栗子真的 栗子我們也很努力啦 接近過的就是他已經12歲了 他就是我那時候20歲那個恐怖情人 買給我的 因為突然之間病發的時候 他正在陪我錄影 然後拖著很虛我身體 我會覺得我很心疼 對 以後栗子錄影 我們不是在接了嗎 我不想他很辛苦 會希望他晚年 可以過一個輕鬆快樂的生活 讓他這輩子都無憂無慮 然後不要有痛苦的手 就這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